美国加州因为大雨 各地出现了溪水暴涨的情况 游民女子想要开车涉水而过 结果失败了 她的车子整个翻倒 上下颠倒了 她只能爬到车子上方 受困15个小时才平安获救的 我们带你看这救援团队 从直升机降下绳索 救出了这一名受困了 15多个小时的这个女子 其实因为车子被大水冲翻 这名女子她的随身物品都不见了 她也没办法打电话来求救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是因为有一名露营的游客经过 发现她了赶快帮忙报警 而这名女子被送到当地医院 目前状况还算良好